为什么变形金刚变成车的时候很光滑 变成人的时候却很旧呢 其中以大黄蜂最为明显 变成科迈罗概念款式 完全就是普通人开不起的样子 变成人形态时 全身都充满了污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 我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 其实就是迈克尔贝为了追求真实的 所以会在机器人身上进行特殊处理 因此特意准备了大量的材质纹 然后再将这些材质纹里 加到机器人光滑的地方 因此它们的身上才会有一些划痕和凹痕 要让观众看起来有岁月的狠 甚至机器人的内部也会做一些磨损 如果让机器人看起来一成不忍 就会失去真实的 另外所有的车都是抛过光 并且还要涂上好几座车漆 毕竟这些赞助车真的都是豪车 比如2006年拍摄变形金刚衣食 大黄蜂这辆科迈罗载具可是要50万块钱 就连进车拍摄时 都要将鞋底擦干净 卫生方面可是相当严格的 所以这些车才会这么赶紧 而且当年这辆科迈罗概念 公用公司只生产了两辆 就连汽车身上的零件都是单独制造的 零件坏了都没地方 还有最后一点 赞助商好心把车给你拍摄 要的就是你能给别人宣传 赞助商也好提高汽车的销量 如果你将别人的赞助车搞得非常糟 那谁还会去买车 最后赞助商还不得找你麻烦吗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情况 才是出现这种差异化的原因